少子化严重冲击学校招生 有数据显示 台中国小班级数 六年后恐怕报减四百班 而且近几年 各校生员数分配布局的问题 也很严重 例如北区的明星学校赖错国校 今年的新生有363人 但看看隔壁学校 践行国校 却只有59名新生 每到开学日迎接新生入学 市长都绞尽脑汁 便装送乖乖花招百出 台湾少子化问题 冲击学校招生 近年还演变出校生员数分配布局的问题 来看台中北区的明星学校赖错国校 今年招生成绩亮眼 家长挤破头想让孩子念 社团很多然后很好玩 学校的团队多 所以学校孩子的机会也多 赖错国校是新社学校 校风开放且不用穿制服 一直很受家长青睐 今年新生有363人 反观附近的践行国小 招生不到60人 招生数相差6倍 分配严重不均 校长无奈他们很认真办学 今年跟去年一样维持招生三班 但这也凸显未来国小学生数 可能大者很大小者很小 进入恶性循环 校入学学生超额的状况 则会协助转介他校 以维持各校生源稳定 还有数据显示台中市各国小 今年学生数减少500多人 推估6年后恐减班高达400班 而少子化问题也让好校名额挤爆 与其他公立国小报名人数 呈现极大落差 就怕教学品质因此打折 影响学生受教权 成为未来一大隐忧 记者中部中文报道 台湾医疗服务享誉国际 有知名国际杂志公布了2024年 全球医疗保健系统最佳前十名 台湾再度夺下了第一 但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却直言 这是血汗医护努力的成果 不能一直要求医护做有价值的事 却不给价格的肯定 另外有国内资讯公司调查 台湾民众就医的十大担忧 结果医师跟护理师态度不佳 高居前三名 甚至比开错刀拿错药 还要更令民众游行 台湾医疗服务以高CP值 傲视全球 知名国际杂志执行长世界 发布最新2024年 全球医疗保健系统的排行榜 结果台湾打败韩国澳洲等国 连续两年拿下第一 排行主要评分项目 包含医疗基础设施和专业人员 跟药品供应和成本等 但这享誉国际的成果 国内医护人员感到光荣 却也沉重 当然这个世界第一是 不容会演是我们这些血汗医护 的努力成果所造成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要求 大家做有价值的事情 没有给予价格的肯定 可能也没办法永续经营 台湾医疗技术在全球名列前茅 但有网路资讯公司 调查台湾民众就医的十大担忧 发现大家最不想面对的 是无止境的等待 第二跟第三上分别是护理师很凶 医师没耐心 讲话不客气 竟比开错刀给错药还令人忧心 去其他医院看骨骼的时候 那个医生他就是口气有点蛮差的 感觉就是像赶着下班这样 那种态度跟我讲话吗 我就觉得说语气蛮受伤 应该就是对病人有上一点 就起码医师态度好 他给我们的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就比较可以接受 医者医病也医心 不少民众看诊却留下不好印象 医护人员态度比医术更被病患重视 这陈寗叶玲凡特别有导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昨天讨论临时提案 最后在国民党团总赵傅昆奇压阵下 把民进党提案书当中的 中国改成大陆 我国改成台湾 对此傅昆奇强调 一切和限是精准的法律用词 但不仅遭到律委质疑 过去傅总赵提案 至少用了11次我国 但仿中回来之后态度大转变 也不禁好奇他去中国到底谈了什么 外交部长吴钊燮更怒劈 这种做法让全台人民不可置信 就这样改掉了我国 连国家都不要了 跟国台办发表的意见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拿出被图图改改过的提案书 民进党立委苏巧慧直指 蓝营总赵傅宽奇 成了中国传神筒 因为前一天内政委员会上 国民党仗着人数优势 应要他把临时提案上 中国两个字改成大陆 甚至我国也要改成台湾 提案内容就这样在副总州 押震下只好修改 让苏巧慧不满狂酸 中国国民党要不要也改叫大陆国民党 更质疑傅宽奇过去提案 至少写过11次我国 怎么去了趟中国就变了 我国两个字说不出口了 大家反而要问问 他去中国到底跟人家谈了什么 大人在讲话 这些楼楼门啊 不要再对大人的讲话来攻击 宪法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讲得非常的清楚 台湾大陆都是我们精准的法律用词 副总招态度强硬拿出宪法背书 但民进党不买单 我们的立法委员 这样子的这个做法 可能会让我们台湾的人民感到不可自信 刻意的去把中国改为大陆 这是没必要的 我国的国会殿堂 却不能出现我国两个字 更改提案用词的背后目的 引发揣测也在点燃蓝绿战火 这中文立民州台北 才问我懂 民进党立委黄国昌昨天经报 总统蔡英文三月 和自家党主席柯文哲会面时 曾私下瞧NCC人事案 亲口问柯P 蓝两席绿白各一席好不好 但马上遭到总统府发言人驳斥 今天柯文哲也证实 总统有谈到NCC 但没有谈到人事细节 难道是在打脸黄国昌吗 民政党则改口 委员确实在柯菜会面前 收到党政高层谈及NCC政党比例 但已经拒绝 三月中蔡柯会筹也正式破冰 两人聊了两个小时 还共进牛肉面 气氛相当融洽 不过民众劳力为黄国昌却爆料 当时蔡总统曾当面问柯文哲 NCC四位新任委员 蓝两席绿白各一席 这样好不好 却被总统府发声明驳斥 所言并非事实 怒劈蔡总统向私下 喬NCC人事被记录后 竟然还敢说谎 不过当事人却这样说 总统说什么谎 他有找你喬那个NCC人事案吗 我跟你有谈到NCC 但是没有讲到人事细节 黄国昌直指辅放施压 要用政党比例分配NCC委员人选 但和自家主席的说法 似乎都不拢 也被绿营很酸 你不在场 你如何得到这样不实的讯息 又恶意的在审查NCC组织法的时候 刻意来作为攻击 民众这头赶紧澄清 委员确实在蔡科会前 收到党政高层 谈及NCC政党比例 没有打理问题 不过黄国昌委员 当场就明确的拒绝 葛主席跟蔡总统 确实有讨论到NCC的议题 请大家不要过度的解读 从未提及任何关于人选 政党比例组成的细节 跟黄论黄国昌委员所称的侨人士 呼吁黄国昌委员问证从实 蔡科会和乐融融已成往事 如今各说各话 NCC人士投票也山雨欲来 我说话我负责 接下来被综合报导 吉兰国昌委员 或许多学三万筑 你们去过国昌委员 和平地的关系 好